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在用啊 我还挺支持 因为我平时就经常用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共享的东西 方便每个人嘛 是那个时候王思聪他不看好啊 他还没事老怼别人呢 那怎么别人还能不好好活了咋的 还没吧 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吃香 就我自己不太用 我就不要怕他把我手机冲坏了 所以我也不怎么用 那为什么觉得他未来王思聪 可能会真的要吃香这个结果呢 因为我身边有其他人在用啊 其实目前来说 单纯他现在这个形式挺成功的 挺方便 尤其在一些超市里面嘛 他其实已经跳出了共享机器了 他其实就是个租赁业务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咱们的王公子可以不用吃香了 我感觉成功上成功 还在路上 共享的话 有时候不方便要掏出金呢 要操作也还是花时间呢 时间四个大成本 我一般就是头天晚上把店充满了 用一天应该是问题不大 如果不大行 那么大赢游戏的话 所以我感觉对大部分来说 用处不是很大 这个需要时间 就像低低加车一样 前期都是砸钱的 需要个过程 今晚了 今天的视频 期待 有齐 请不吝点下 节目